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国际大集团 岂能被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彻底毁灭 八角是分公司最基层的销售 但他发现公司产品上的螺丁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 他赶紧反映给了和自己关系很铁的销售部长大调 虽然这种螺丁只是装在办公椅上 但同批次的其他螺丁那可正在全球各类飞机高铁上影响 如果不召回万一出了问题后果怎敢想象 两人又赶紧一起来找老社长 社长也有点慌但必须保持淡定 他只是这事千万别声张 更不能告知总公司 先想办法把对接螺丁供应商的负责人拿掉 再悄悄换一架供应商 最后再想办法召回产品 而首当其冲要拿掉的就是这位销售一部主管老黑 他可是公司最强的销售王牌 但也正是因此为了业绩最大化 他极限降低成本才挑选了这个不合格的供应商 揣着上方宝剑的八角立刻就来搞事了 老黑带着一部所有员工都拼得干脑涂地 而作为下属的他却每天睡得四仰八叉 压着一堆工作不做 还要无缘无故的带薪休假 终于这可把老黑给气崩了 当着众员工把他的架条撕得稀碎 还进行了一番言语羞辱 可算是抓住把柄了 八角立刻就要以职场暴力控诉他 老黑和全场员工都笑了 你一个做吃等死的懒汉 还能把我这个核心骨干造造不成 然而审判会上大料部长早就恭候多时 公司里这张最强王牌说拿掉就拿掉了 基层员工一片哗然 这个八角究竟什么来头 一个普通员工竟然比领导还要好横 而紧接着商机就把销售二部的主管小白 直接给顶上了一部 可这个小白在公司里就是个名副其实的软带 人家一部手里全是飞机高铁的大客户 但二部却只能卖卖过时加电 业绩还一直不达标 现在被强行架了上来 自己何得何能啊 但他哪知道这场血雨腥风才刚刚开始 很快财务部的人又来找八角了 指责他不光私自更换了罗丁供应商 导致支出成本大幅上涨 还花数十万元请他们吃饭 一家国际大公司 竟然重金请一个小小的供应商吃饭 简直是世界奇闻 财务严重怀疑八角 损空回思先做了一番调查 然后信心满满的请来财务部长 在公司大会上举报八角 并提出要求彻查此事 但这可是公司最敏感的大秘密 老社长怎会允许你们来调查 称称这是新主管小白的战略安排 当众就破了财务部长一盆冷水 然后直接把这个财务也被拿掉了 还没等小白反应过来 上级又把另一个资深老员工给清理了 因为他也声称掌握重要线索 要举报八角 这可真的把小白给吓坏了 仅仅半个月时间 和八角正面硬钢的人 不论职位高低 接二连三的被拿掉 这家公司究竟是怎么了 而现在自己还是他的顶头上司 实则却是个挡箭牌 这风口浪尖上的职位 简直烫屁股 搞不好自己也怕是下一个炮灰啊 小白决定即使冒着巨大风险 也要秘密调查八角 果然小白查阅了档案 发现八角近视为元老 当初是和销售部长大料一起进的公司 以前的业绩考评都是最高级别 可自从老黑成为王牌主管以后 他立马就消极代工了 这里肯定还藏着别的秘密 小白一番思索 又想起曾经那位老员工所掌握的资料 他发现这竟然是一份公司产品的投诉列表 有着大量办公以罗钉断裂的案件 他又立刻顺藤摸光 查到了这些罗钉的来源 是的 这正是王牌主管老黑挑选了供应商 正当他准备找老黑问个究竟的时候 却发现这人都已经消失了 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 这局面可是越来越玄幻了 小白赶紧来到公司仓库 找到那批罗钉样本 然后委托质检部门展开强度测试 这可是一颗标称 能够承载14牛拉力的罗钉 然而上机仅仅几秒 就出现了让人惊恐的一幕 踢掉一牛 仅仅是标称的一半 小白总算明白了 原来掩盖质量问题 不敢召回这批产品 才是近期公司内部风云变换的根源 可是办公椅还是小事啊 那其他的罗钉 正当他们还在研究的时候 门开了 发脚来了 来吧小朋友们 我来告诉你们这些罗钉都是装在哪的 银色的大号是飞机座椅 金色的那包则是高铁座椅 这些可都是标称在140牛的高强度罗钉 你们不是想看看大场面吗 眼下这些罗钉可正在全世界各大飞机高铁上拧着 航班一个迫降 列车一个击杀 那可都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你们还想了解什么 原来在小白调查的期间 八角早就盯上了他们 但他知道这小白真就是只小白兔 可之前那些狡诈的职场宿敌不同 那些家伙要是了解了这些秘密 肯定会反过来敲诈公司 而小白不会 现在更是成了主张召回产品的一员 调查和职位变革都已经完成 而八角重金换好的供应商 也在生产新的合格罗钉 那现在就该到赵回环节了 八角马上来找老社长 但在意料之外 也在意料之中 他改主意了 既然现在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吧 什么意思 这可是事关全球千万人生命安全的大事 你们就这么不管了 八角愤怒了 而老社长更是狂暴 这事要是真捅出去 不计其数的高铁停运 航班停运 你知道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吗 我们这个全球数十万员工的商业帝国 更是会瞬间瓦解 而且这都还是你们失职闯出来的大祸 我也是受害者好吧 虽然只是个小员工 但八角可是正义感极强的刚烈之人 第二天一封一名举报信 就直接交到了集团大总裁手里 并不知情的大总裁 派来了钦差大臣 把这帮人狠狠训斥了一番 然后要求所有相关高层召开秘密会议 会上老社长很愧疚 但还在极力掩饰 表示已经展开了秘密召回 钦差大臣很不满意 他强调应该立刻公开召回 秘密处理的话 万一搞不好 大客户们可不是吃素的 但这样一来集团要损失多少钱 总共两千亿元 可公司现在能筹到的最多只有两百亿 好家伙 事情告到我这时 局面竟然恶化成这样 集团都要完蛋了 总裁大怒 社长还在连连道歉 是自己失职没有看好手下 到现在还在往前主管老黑身上推锅 但真的是这样吗 对不起 钦差大臣竟然把八角请来了 更是把老黑也带来了 当面对质戳穿了所有秘密 原来老社长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是他支持老黑篡改数据 而且连供应商也早就定好 老黑起初很害怕 想要拒绝 但迫于巨大的职场压力 不得不服从安排 八角甚至把证据都带来了 原来他在小白和员工的帮助下 真的就发现了老社长给供应商送礼的线索 疑问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现在老社长抖的都快尿裤子了 直接又供出了另一个大魔王 总公司的大社长 因为这一切可都是他的主意 而这个总社长又是怎么回事 八角出来解释了 20年前他也做过同样的事 为了签下飞机高铁的大客户 要求八角和大料篡改数据 八角拒绝了 而大料却迫于压力 欣然同意 所以这个大魔王也从此扶摇直上 成为了总公司的社长 直接带出了这样的企业文化 事情全部理清楚了 现在总该下令召回了吧 然后总裁只留下一句话 今天的会议不要留任何记录 然后直接走了 果然是啊 这么一棵参天大树 总裁怎能忍心看他说倒就倒 八角回到办公室 整个公司的相关证据都被清理掉了 但良心发现了大料 想起来沙发下 还有一颗遗留的罗钉交给了八角 很快媒体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 大量的航班高铁相继停运 这成为了震惊世界的大丑闻 虽说这是一棵参天大树 可它早已烂到了根里 现在还有谁能救得了 最后面对镜头 八角告诫所有人 为了极力压缩成本 篡改数据 偷偷减配减配减配 而且但凡干过这事的家伙们 都会越干越上瘾 但不要忘了 你们这些人终究会迎来日夜逃避 却永远无法绕过的那一天